时间我们节目的记者跟随演员杨颖去青海探班 当时的杨颖啊是高烧不断 身体状况让人堪忧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 杨颖的身体是否康复了呢 出席某品牌代言火度当天 在这样还不算冷的季节里 身着红色羽毛服的杨颖刚一登场 就主动挑逗起了小伙伴彭一叶 让现场观众尖叫不已 可是 我就是之前一直在生病还没有好 最近身体很差 每个月准时发烧瘦成一道激光 我真的很想胖一点 没有脂肪怎么过冬 前段时间就肺炎 然后肠胃炎 然后还有工作 然后最近几次抗生素都吃了一段 已经好多了 对 结果都瘦到没朋友了 她也太瘦了嘛 很多男生的女生 她拍戏太辛苦了吧 等一下叫她讨起她吃一顿饭 帮她补一下身体 结果今年身体差的原因 就是因为实在太忙 没有运动 大概有半年 没有真正的去做过运动 过去正如杨颖自己所言 她真的是太累了 今年由她主演的 敌人解之神都龙王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在一起等三部影片都已陆续上映 到处跑宣传成了家常便饭 家常正在拍摄中的剧集 以及大大小小的通告 杨颖的休息时间压缩不少 久病未遇 让她原本就瘦弱的身子变得更加单薄 以至于自己都开始担心会遭到未来婆婆的嫌弃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 觉得蛮搞笑的 说什么一个女孩子身高168 体重45公斤 KG 我看到跟我完全一样 然后说男朋友的未来婆婆 说那个 什么你太瘦了 然后就劝他们俩分开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在想玩了 我是不是没有朋友了 哈哈哈